国际油价持续低迷 台币对美元汇价回稳 中油宣布从明天凌晨开始 国内汽柴油每公升调降0.3元 这次调降也是连续第二周降价 也是最近两个月来的新低 台座石化也宣布跟进 时间从凌晨1点开始 抬降后的油价为 925000汽油每公升30.6元 925000汽油31.3元 而985000汽油为32.8元 柴油为28.6元 925000汽油